中平部落聚会所在这个月启动之后 浊西乡公所又公布了一个好消息 期待已久的太平部落聚会所也已经取得建筑执照 上网招标后马上进行动工 部落族人相当开心 中平部落聚会所在这个月启动之后 浊西乡公所又公布了一个好消息 期待已久的太平部落聚会所也已经取得建筑执照 也预计明年就会上网招标之后马上进行动工 部落族人都相当开心 太平聚会所已经取得建筑执照 掌声 谢谢 准备上网公告 也马上做好不好 旅边前说明各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的进度 古方部落聚会所因为土地面积达3000平方公尺以上 依规定办理加强坡度审查作业 已经委托水保济时顾问公司申请作业当中 而时平部落聚会所厂商已经完成播用计划 以及新办事业计划的初稿 目前乡公所办理审查中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每个部落都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聚会所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